这是瑞士的志愿者乌尔斯和乌尔特 正在为同学们演奏当地的慕名歌曲 让同学们感受当地的风土文化 这次的课程非常生动有趣 可以从游戏中获得一些知识 学到了课本中没有的英语单词和句子 活动中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学画画共同唱歌跳舞 让孩子们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知识 志愿者们将在这里进行两周的志愿服务 给孩子们教授英语、音乐、舞蹈、美术等课程 这次志愿服务中 志愿者还为罗师范小学捐赠图书百余册 奶粉十六香、衣物六十余件及文具用品近百件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再次回来 其实我们的计划是我们可以每年都可以做这个工作 每年都可以每年都可以做这个工作 所以孩子们可以交换 希望我们一天在未来 我们可以带一些学生去紧张 真棒 然后他们真的看到我们教他们的事情 在我们国家的学习 罗师范小学的前身是陆滚香大锅小学 自2007年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罗师范开始关注这所学校的发展 他向后捐资20余万元 用于奖励优秀师生 2009年 我现对大锅小学原有校区进行了翻新改造 将新学校命名为罗师范小学 特聘罗师范为名誉校长 自2011年起 每年暑假都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志愿者来到这里支教 至今已有近20人次 从英语口语方面 比较大方面 应该是最好的 收获最大的 跟外国人真正面对面的去交流 那机会 可是是难得的 还有就是孩子们的心理素质 精神面围应该是有所提高 这就是孩子们的心理素质